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进球的全过程就是这两个巴西人在左边路 株连闭合的相互之间的默契 创造出了从传球到跑位到最后过人射门完成 我们之前一直说上岗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双核战术 那就是既能突破又能传球 而且踢得更加整体的这两个巴西球员 他们之间也有可能分局左右 也有可能靠拢互相连线 但一旦这两人靠拢互相连线的时候 那边不管是哪个队不太好防的 这次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关键 吸引两个人过来之后 突然间人缝当中 胡尔克把球传到禁区里面 奥斯卡空切进来 结果呢 北京国安队这边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奥斯卡的前差 是 还跟之前我们提到的情况一样 黄刚呢 经常被吸引离开他的防区 而离可去补 离可去补的时候呢 他自己的位置又充空当 就趁着国安队各个环节在地补的时候 身后有埃尔克森在干扰 结果直传的传得比较勉强 上岗队把球解围出来之后 胡尔克回身来拿球 黄刚是背后放产犯规 也是吃到黄牌一张 黄刚这个下地犯规的动作很坚决 但是原因在哪呢 之前吃中国在中路打得太小 对 明显那个位置已经打不进去了 所以为了避免被打反击 黄刚算是自己做了一个战术 自己边中结合的策略 就是不管谁 四个前卫当中别再打争二二二二了 必须有人帮着策略边后卫的助攻 小球看起来 外围远射 结果折射球进 折射球进 余大宝 任何一个进球的视频裁判都会有最终的一个介入 刚才那是上岗队的球员的多人向裁判举手示意 这球是否有越位的嫌疑 是 再看一下啊 这是脚球 张卫投球顶到进去外 池中国圈顶的一道进射 不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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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争完顶之后呢 张卫的惯性是往底线走的 对 然后刹车在往回跑的过程当中 池中国这个球已经出来了 我们上面是说什么来着 防守当中就是余大宝 而在定位球进攻当中 余大宝的进攻 也出彩 大宝是快宝啊 对 咱们赛前连线还说呢 有这一块宝 能一转多直 国安就够用了 这是一个好球 不越位 这也是跟之前 国安下满时调整之后 边中结合 或者说 这个人员的分布啊 更加的合理 有很大的关系 中间开球以后 上岗队在前场 在这个战术 中间的人 适当的往边给分流一下 任意球开起来 投球 在上岗队利用任意球的机会 高质量的开到禁区里面 蔡惠康 投球破门 而且这一瞬间呢 当蔡惠康当张顶的时候 国安中间 突然间打开一个宽度 这个位置也没人盯 也没人保护 也没人防 而且恰恰可能就发生在 国安队换人 换人 我们再看啊 我们看一下这球 完全没有人注意到 蔡惠康的存在 似乎在中间呢 这个缺口处 上岗的跑位 有一个挡拆 但是定位球都是坏 有点操之过急了 其实可以停下空一下 对 不点没量好 这球过来之后呢 正好脚底下 还不利索的时候 仓促出 黄牌给了 埃尔克森 这是胡敬航 在边路拼墙当中的 动作比较大 现在上岗队 每一次有可能 国安起高球队的点呢 都限制非常大 拼得很凶 这是之前 埃尔克森抬脚过高 吃了一张篷牌